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龍翰哲 馬上會給各位介紹 這頁加入的節目來賓 第一位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振亮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大午安 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大家好 我們來看到現在 立法院的最新焦點 當然還是在韓院長身上 現在韓院長要頒給林國慶委員 落選之後 要頒榮譽顧問給他 他要頒榮譽顧問給他 他說我跟王毓民 張祈愷 都有聯絡會繼續來服務選民 來相心期待 林國慶以立法院 榮譽顧問的身分 在中央扮演所謂的 連接橋樑的角色 來累積所謂的政治能量 立法院的這幾天 大家也看得出來 這個議場裡面鬧紅紅 是表決也太High了 甚至讓韓國瑜也多是韓話說 大家趕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們來看看這段畫面 寶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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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維持一下議場秩序好嗎 寶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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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大人好不好 韓院長一喊的時候 應該大家就要就定位來做好 不要讓韓院長喊了這麼多次 韓院長喊完之後 希望各黨的黨團委員 自己好好約束自己的委員 趕快乖乖的做好 現在其實坦白講 還要看立法院的工訪站在哪裡 因為立法院工訪 藍白河已經連拜 讓民進黨連拜15次了 羅志祥說要讓民進黨 輸到懷疑人生 他說這個七案表決時 在藍白人數的優勢之下 民進黨一變又一變的輸 接下來希望藍白 能夠繼續並肩作戰 要讓民進黨輸到懷疑人生 現在坦白講 藍白所謂聯手之後 就有人開始要有點murmur 是誰 是范雲 范雲說黃國昌聯手藍營封殺 立委附入的提案 報備提案 他想說黃國昌 真的是太離譜了 怎麼說 他說泄密立委去中國 是否應該要公開透明 而不是禁委員會討論嗎 民進黨黨團總召黃國昌 你是不是太離譜了 可是這段狀況 會讓人家聯想說 上次范雲不是跑到黃國昌 這個座位上來叫罵嗎 我們來看看這段畫面 當時黃國昌向范雲說 我有欠你什麼 這段畫面 我現在網路上引發熱烈的討論 現在范雲是不是又懷恨在心 這時候來補揣黃國昌一腳 現在藍白聯手之後 民進黨其實也看到一些危機 但是民進黨團總召柯敬明 已經嗆說台灣已經香港化 他說藍白合作賣台 沒收國會 沒收民主 沒收憲政體制 無所不沒收 台灣已經香港化 已成定格 這絕對是國家危機 現在包括了吳思堯也說 他說黃國昌很怕柯總召 因為他出現了一個新的恐懼 說現在黃國昌很怕 所謂的撲馬老師 也就是沈柏洋 可是他很好奇 沈柏洋到底有什麼好怕 所以大家覺得 這個吳思堯講話 好像也有點前言不對後語 可是民進黨不斷的 要把香港又再提出來 甚至現在黨團提案要撐香港 藍白就提修正動議說 你別口貴而食不治 怎麼說民進黨現在提案說 請立法院對中國還有香港政府 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要求陸委會 並且持續關注所謂的香港局勢 而且要給香港人民跟協助 承諾香港人權的情況改善 前不會停止 可是這段話 就被國民黨的立委陳昱甥打臉 陳昱甥怎麼說 他說選後蔡政府所謂的撐香港 就只有陸會成立兩個辦公室而已 而且多少港人來台 要做政治庇護 或是拘留都被駁回 如果真的要想挺 你就要拿出實際的作文 譬如說你要 譬如說補助什麼黑熊懸運的錢 就拿來所謂的支持香港人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做意識形態的攻擊 這是陳昱甥說的 現在坦白講這個話題 也引發網友討論 網友就說嘴巴上說香港 但是身體很誠實拒絕移民 甚至來說你選完都還在喊 這是到底喊了多久 還有人說用香港人的血來騙台灣人的票 現在立法院的攻防 坦白講各界都在看 立法院的法案接連被藍白封殺 賴清德也說話 賴清德說民意成為後盾 沒過半就不是問題 賴清德特別說 民意就是我們的後盾 民進黨在立法院沒過半就不是問題 話回來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現在包括林國慶委員 也被韓國瑜聘為所謂的榮譽顧問 那是不是韓國瑜所謂的 忠道仰望的角色又再度發揮了 這個 這個是必然的 你以後還會看到更多 韓國瑜本來他太太那邊就在雲林 所以本來就跟林國慶是認識的 所以就給他一個身分 讓他更方便做選民服務 他這個是無幾職 並不是到立法院的 我覺得賴清德現在講的話 給人家感覺跟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還有黨中央不一致 所以賴清德真的要去好好管一下 他們的立院黨團 還有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中央原本 有臉書 常常在寫東西 跟賴清德講的常常都是相反 就是賴清德他最近講了一段話 其實滿有道理的 你剛剛不是講到民意那一段嗎 是 因為賴清德最近講了一段話 他說 戰略黨講的如果有道理 我們就優先接受 如果講的沒有道理 我們就擱置 他沒有說要吵架 是 然後說如果是不同意見 我們就要好好協商 他講的這一段話 這段話其實很對 增加總統的高度 請問沈柏洋在幹什麼 柯建民在幹什麼 還有范園 吳思堯在幹什麼 吳思堯在幹什麼 范園在幹什麼 沒錯 莫名其妙 你們就是賴清德的豬隊友 我講白了 比如說這次傅君旗跟17個 總共17個國民黨立委去 你去看民進黨的中央黨部的 臉書是怎麼寫的 中共投入人 去跪舔 都是這種言論 是 那傅君旗現在接了一些球回來 當然這個善意不盡如意 可是還是善意 我也看到陸委會寫了新聞稿 說怎麼那麼小氣之類的 可是陸委會也沒有說他不要 他還是留餘地 說我們接下來還是要跟交通部 大家要協商 他並沒有直接說No 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賴清德知道 即使善意再小 也是善意 大家也要相向而行 慢慢堆疊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民進黨的基調 我不要講民進黨 賴清德的基調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 太亂了 那帶頭亂的就是柯建民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柯建民 吳思堯 吳思堯現在也是幹事長 說台灣已經香港話了 就兩個人帶頭亂 然後沈柏洋提那個什麼東西 說立法院 立法委員 跟縣市議員以後要出去大陸 要經過行政機關同意 先報備 對 笑死人了 我們已經有國安無法了 如果是國安外交相關的委員 你可以做個別的約定 你怎麼可能對縣市議員 也這樣搞 你就直接投降 你把立法權直接投降 你這麼沒有水準的法案 你還好意思提到立法院 然後因為後來是民眾黨出手把他封掉 把他退回程序很貴 然後就在那邊 就對黃國昌大吵大鬧這樣 跟小學生一樣 是啊 現在當然也包括 就是我說台灣香港話 這個最好笑 就是 這個事實上 從那個蔡英文就是 2019年反送中最大的獲利者 本來都差點快要輸了 是 就這樣翻盤 立法院又過半 對不對 請問民進黨有去修難民法嗎 沒有 請問香港總共多少人移民到台灣來 你要不要一算一下 為什麼大部分都不是來台灣 因為非常困難好不好 現在居然又講這個話 說台灣要支持香港 自己執政了四年 至少2020到2024是蔡英文執政 你選上了 而且香港反送中 就是你最大的惠禮良多 結果你是怎麼處理的 我覺得就是 賴清德現在已經知道說 雙方要這個互相 相向而行來堆疊善意 是 民進黨立院黨團跟民進黨中央 都還在搞抗中保台 怎麼有這麼互相矛盾的政黨 我跟你講 這個你如果這樣搞下去 你賴清德一定會被人家懷疑你 是不是在搞雙簧 是不是搞兩手 玩兩手策略 叫柯建民 吳士堯去辦黑臉 然後你都唱白臉 政治不可能這樣搞 你以為老公是塑膠 白癡 人家都看在眼裡 我跟你講 大陸每天都在看台灣的節目 他們看的比我還多 他什麼都看 連綠營的也看 你知道嗎 我綠營的節目已經很少看了 他們每一個都看 連綠營的也看就對了 他們通通都看 因為我自己有直播 他們會來跟我講說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他們都知道 是… 來 請教蘇惠傑怎麼看 賴清德是不是在玩兩手策略 我覺得他不是在展現 什麼總統的高度 他就是兩手策略 他知道自己是少數總統 而且因為還沒有上任 所以他還要表現一種仰望的樣子 講一些公道話 但事實上他是黨主席 他還不只是未來的總 他根本是現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民進黨這些妖魔鬼怪 他管不住嗎 他就太無能了 沈柏洋是誰 是他自己提名的不分區的立委 他的專長是什麼 就是抗中 所以沈柏洋就像當年的陳柏惟一樣 他要在立法院展現自己的價值 就是不斷的不斷的去搞 這些很奇怪的法案 昨天范允跟我在同一個節目上 我就說 你們要要求去大陸的明代 要報備這件事情 你們覺得會洩密 像趙天寧那樣 約會在第三地就沒事嗎 他怎麼說 對不對 約會在這個東京就沒事嗎 是 他就說你看已經沒有當立委了 我說那你先把他的案子調查出來 他的案子都還沒有調查出來 你憑什麼去說 國民黨的立委 民眾黨的立委都會洩密 趙天寧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招委 招委 然後他帶著大陸的女朋友 那個女生的身分還值得商榷 是 然後到第三地去環遊到處去玩 耳邊施膜的時候有沒有講出什麼話來 這些東西你們要先調查吧 我們知道趙天寧的案子 有調查出來嗎 當時不是說要調查嗎 對 你們自己人 自己人的 自己的鬍子先刮好 再去刮別人的鬍子吧 不要這個樣子 那如果這樣郭志輝 他當時他的崇越集團 在大陸到現在還有十一二個據點 要不要查一下 他的資金 兩岸資金的往來 有沒有問題 你們先把自己 跟大陸兼臂親也以後說 沒有 我們民進黨 絕不跟大陸有任何往來 所以你們才有資格 去要求別人 你們明明自己 頭來 暗去一堆 然後只准周關放火 別人做你們就喊打喊殺 覺得別人都會洩密 那真的很奇怪 不去大陸 要去別的地方就不會洩密嗎 所以那一天 范園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這樣講 他就一直只會講說 現在趙天理沒有當立委 現在趙天理沒有當立委 還有跳針 對 所以咧 然後我覺得黃國昌 跟政立軍的老公查一下 是啊 國昌老師也真的是很倒楣 他們民眾黨 如果支持國民黨要被罵 他們民眾黨不投票要被罵 我真的覺得黃國昌那一句 講得一點都沒有錯 是有欠你喔 我欠你什麼 對不對 你們這些民進黨的立委 你們都叫立法委員 你們管好自己人投票就好了 你們還去管別黨 要不要投給你們 別黨要不要投 不會很好笑嗎 你憑什麼覺得民眾黨 或是黃國昌 是你的附水組織 所以我覺得這個范園 或者是整個民進黨 就是一個情勒 就是那種小孩子在玩情緒勒索 你怎麼可以跟他好 你要跟我好 你怎麼可以站在旁邊 兩不相幫 太幼稚了吧 怎樣都有事 唯有支持民進黨 才活得下去就對了嗎 哪有立法院這個樣子 你們自己管好 你們自己擋就好了 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政黨 需要聽你們的指揮去投票 我覺得這是笑話 然後范園那一天提的 國會姓平這個法案 我真的要講一下 全台灣需要你們來保護 他們姓平的女生還很多 可是范園就只記得說 自己的國會姓平 我告訴大家 國會的女立委們 相對於我們全台灣的其他女性 你們絕對更有聲量 更有力量保護自己 你們如果要推動姓平法案 要保護女權的話 麻煩一下 台灣現在很多性貧還不平等 很多女權還需要你們去保護 不是只顧自己的權益 是 好 請教永平姐 我覺得范園他如果要生氣 他應該要跟民進黨的 黨團成員生氣 因為動員表決這麼多次 民進黨不是輸在民眾黨支持 跟國民黨一起投票而已 他輸在他每一次的 他動員他的人都沒有全部到 他自己都沒到齊 他都沒有到齊 他最近一次輸的 他本來在立法院還應該有51票 他才投出46票 就是你作為已經是少數黨了 然後你的假動還比人家差 然後你完全自己有問題 然後你要罵得比人家大聲 這個真的只有一個原因 就轉移交疊 今天因為要講韓國瑜 發榮譽顧問給林國慶的部分 我就把我的榮譽顧問證也帶來了 你也有 對 厲害 不只我有 我相信正亮也有 因為只要是 因為其實這個是立法院的傳統 就是說只要你在立法院 做過立委的人 你都會得到新的立法院 改組了以後的院長給你發 榮譽顧問證 而且還有一個聘書 聘書給大家看一下 林國慶的聘書 這個聘書是一個關鍵 因為游錫坤時代 我也一樣有收到榮譽顧問證 跟聘書 可是這一次的聘書 林國慶的這個照片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它是一個有木框的 看起來裝表得很慎重的 滿有質感的 我告訴你 我收到的時候我大吃一驚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游錫坤的 以前王晉平的 我都一直收到榮譽顧問證 我並不覺得顧問證很了不起 可是以前的院長給我的 就是一個證書加一個護背 就薄薄的一張紙 可是韓國瑜 他很慎重的裝了一個框 對 所以因為他裝了一個框 所以我第一次把我的立法院 榮譽顧問的證書 擺在我的客廳裡面 對不對 因為他 很值得放 對 裝了一個框滿 很值得放 我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很多的部分都是細節看出來 韓國瑜為何現在上任不久 有沒有買三個月 大概第三個月 他已經整個作為立法院長 為何聲望這麼高 第一個他把他的能量往外輸出 第二個他主持議事 相當的公正中立 第三個當大家看到了 他西裝筆挺在那邊 做班長的狀況 風紀股長 看到底下的人 在那邊吵吵鬧鬧的時候 很明顯的 你民進黨越是跳樑小丑 你就越把韓國瑜墊高了 我覺得今天賴清德最大的危機 不是別人 是柯建民總召 因為不管剛才 淑慧分析的是唱雙簧 還是鄭亮亮哥認為的問號 現在的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民的言論 已經給賴清德 產生很大的麻煩了 現在這個爭議還只是在 對大陸的態度上 接下來的 如果要重啟核能核電的話 怎麼辦 你立法院黨團 還要繼續跟你的總統 跟你的黨主席對幹到底嗎 這個我預測是下一波 大家就看民進黨團 在立法院的好戲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出來